前端开发和前端开发的区别 为什么这个事情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以为从前端转向 Node.js开发只是一个学习Node.js语言的过程的话 那就大家都做错了 这是一个环境工具和思维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就是任何一面开发语言 比如说前端.js你已经学得很溜了 然后你再去搞Node.js 但是Node.js的API就是那些 你也看得差不多了 看了一些书 然后自己做了些demo 看得差不多了 然后你觉得你就精通Node.js了 这个事情是不正确的 因为这和一门语言都是很好学的 比如说你完全可以通过两天的时间 把渣瓦这个语言写好 把渣瓦的语法写好 但是你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渣瓦工程师 那基本上两天是不可能的 可能两年都不一定够 对吧 另外就是用渣瓦来做后台的这些同学 这些程序员 他们渣瓦都玩得很溜 对吧 但是你让他们用渣瓦立马去搞安卓的开发 他们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才行 所以说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语言和这个本身这个环境工具思维的这种区别 是完全不一样的 语言我们可以很快就学会 但是这个环境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图 前端开发 这是每一个客户端 然后对接一个所有端 当然这个所有端可能不只是一台服务器 它可能是一个机群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就划成一个节点 就代表是逻辑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 对吧 然后我们前端开发的代码呢 是通过所有端下来到本地 就下来到一个一个的客户端 然后在客户端浏览器中 执行的 对吧 这是我们前端开发的这么一个运行的机制 然后所有端开发呢 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所有端开发 它要承接很多很多个前端的请求 和客户端的请求 然后到了所有端 所有端去处理 这个时候就因为这一点的区别 导致我们在 所有端开发和前端开发的时候的 思维区别是非常大的 具体呢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 服务稳定性 也就是说 你这个服务不能随便去挂了 对吧 你做前端开发的时候 你这个一个客户端可以挂 但是你的所有端开发 你不能挂 对吧 你一挂的话 那所有的人都访问不了了 然后就是考虑内存和CPU 优化以及扩展 这个后面我们会详细说 就是所有端开发 对内存CPU的压榨是 或者说压榨也好 或者说优化也好 都是比前端来说 都是要耗费很大精力的 然后再有日之记录 日之记录对所有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日之记录 我们对所有端的程序运行 基本上就是类似于 瞎子一样 你什么都不知道 好 我们就看一下 还有安全 就是所有端是安全的最后的保障 前端的安全可以被攻破 但所有端不能被攻破 然后就集群和服务拆分 就是所有端成绩的流量越来越大 比如说 以前的时候承载流量一天 承载10万个PV 然后后面慢慢发展100万个PV 再往后发展几千万个PV 甚至上亿的PV 你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去做集群和服务拆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去支持这件事情 好 基于这五点呢 我们就详细的说一下 详细的说一下 第一个 服务稳定性 所有端呢 可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恶意攻击和无操作 为什么呢 因为你前端只是一个代码运行到一台机器上 对吧 一台机器上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人去操作 一个人去操作 这种恶意攻击和无操作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所有端你要承接很多很多的请求 对吧 你直接把自己的接口暴露在整个互联网之下 那你的恶意竞争对手以及拥护的一些无操作都会过来 对吧 这个时候你的服务器该怎么办 你单个客户端可以挂掉 比如说前面大马挺好的 对吧 运行到比如说安卓 4.0以上都没有问题 但是运行到安卓4.0以下你就挂掉了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至少不会影响很大 但是服务端不行 比如说我们服务端服务于1万个客户端 1万个客户端里面如果9999个客户端都挺好的 一个客户端挂掉了 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你的服务端运行了1万个客户端 如果因为那一个客户端挂掉而导致你的服务端都不能用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万个人都有问题了 对吧 所以说服务端不能随便就挂掉 服务端的稳定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一般在一个企业中 他们会通过这种不可用时长来衡量你整年的KPI 就是你这个服务到底是一年 比如说我们一年给你定五个小时的不可用时长 你一年如果是超过了五个小时不可用 比如说挂了一次一个小时 挂了一次又一小时 现在挂了一次三个小时 然后五个小时就没了 对吧 然后全年的KPI就没了 一般是这么定义的 然后课程后面呢 我们会讲解使用PMR来做技能守候 就是这个我们后面 讲解会讲了 那大家记住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服务稳定性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 通过PMR来做技能守候 什么叫技能守候呢 技能守候就是说技能一旦挂掉了 它会自己重启 不用人工干预 不用人工去重启服务器 一旦挂掉它会自己重启 这一点呢就能保证我们的程序 即便是有一些bug 即便是有一些恶意工具和无操作 导致它挂掉了 也会由这个工具来帮我们去自动重启一下 然后考虑CPU和内存 首先我们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的前端GS 它一般是独占一个浏览器的 像现在的电脑手机的内存和CPU都是很大的 对吧 这种内存和CPU 比如说两级内存 比如说CPU什么多少赫兹的CPU 如果是共一个网页运行的话 完全这都不是问题 不用考虑内存 甚至是说 比如说你的前端页面 有那么一点点的内存泄漏 不是很严重 都不用管它 对吧 泄漏就泄漏吧 反正不影响用户的使用 这都不用管它 有那么一点点CPU的一些 异常开销 这都不用管它 因为这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你就不用管它 虽然说它严格来说是内存泄漏 或者说CPU的一些 那个消耗过高的一些问题 这个都不用管它 因为它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特别是对于现在浏览器来说 但是所有端不一样 因为所有端承担很多请求 一个机器 比如说我们承担很多很多的请求 这个时候CPU和内存 都会成为吸血资源 你别看现在服务器的CPU 都是多少盒的 然后多少盒子的 都看似很厉害 然后内存桥动辄 什么16G 32G 看来都是很大 但是他们在这么多请求 这么多负载的情况下 他们都是吸血资源 你要去省着用 要去想着去压榨它 去优化它 让一个服务器 能承载更多的请求 这个时候要节省硬件资源 这个时候变得优为重要 对吧 然后我们课程会讲解 使用Stream来写字 这个时候Stream写字 是非常非常节省CPU和内存的 然后使用Redis来存Session 这个是对应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标题 优化和扩展 就是我们针对CPU和内存 不够用的问题 我们要有两点考虑 第一点考虑怎么去优化 我们现在CPU和内存不够用了 我们优化一下 说不定还够用 比如说我们的流量增长很大 你再去优化 它也是有不够用的那一天 对吧 不够用怎么办呢 不够用我们就考虑扩展 对吧 我们怎么去扩展 比如说你的程序写死了 怎么保证不了 不能扩展 这个时候要重够 这就办法大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对应这两点 第一点是用Stream 协制来讲 怎么去优化这个内存和CPU 然后如果优化不行的话 我们就通过Redis存Session 这种方式来去扩展 就很轻松的 我们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设备 去扩展整个系统的 这个CPU和内存 来去满足这个服务的稳定运行 这两点呢 我们都会在客户后面说 我们这儿先提一句 总之让大家去考虑 这个CPU和内存 这一点呢 在前端做开发的时候 你是丝毫不用关心的 但是在所有端呢 你就必须要考虑上来 日志记录 前端也会参与日志记录 比如说我们点击了一个 什么按钮啊 然后发一个日志打脸啊 第一个它是日志的发起方 不关系后续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前端的东西啊 它不是那么的依赖于知识 但是呢 所有端不一样了 所有端你所有的运行状态 都必须靠日志来去监控 而且所有端还有记录日志 存储日志 分析日志 前端是不关心的 前端只需要发送日志就可以了 所有端要记录它 要存储它 然后要分析它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 什么运行活动 比如说北京地区的用户 然后让他们发红包 怎么着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是 在做活动的时候 通过记录日志 然后存储日志 最后分析日志来得到 比如说 你这个所有端的这个接口 或者说这个服务 这一天的流量的峰值 在几点几分 这个时候呢 也要通过分析日志来得到 对吧 那你这个所有端 一天的PV有多少个 一天的UV有多少个 这个时候也需要 去通过分析日志来得到 所以说有了日志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所有端 所有的信息 如果没有日志 那你对所有端 将是像盲人摸象一样 基本上什么你都不知道 所以说日志记录 对所有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课程后呢 会讲解多种日志记录的方式 大约是有三四种 当然每一种都有不一样的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长处 或者短处 到时候我们会推荐大家 去根据不同的情况 去选择不同的日志记录的方式 即呢我们通过罗多杰斯 来去高效的分析日志 好 再往下安全 安全呢 所有端呢 要随时准备 接受各种恶意攻击 前端的少很多 因为前端就比较少了 前端比较出名的 就是XSS攻击 对不对 当然前端也 不会对XSS攻击 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所有端也要去管理这个 XSS攻击 而且所有端还要 接受其他的一些恶意攻击 对吧 因为你的接口要暴露在外网 外网别人怎么去恶意攻击你 那是别人的自由 虽然说这是一种 不可道的 或者说违法的行为 但是这个事情 你作为所有端的这个维护人员 你是按理说你是管不着的 对吧 所以说 你只能是随时准备 去接收这些东西 然后你去规避这些东西 前端呢就比较少 对吧 比如说预线操作 比如说我们 针对一个博客 我们要去做删除 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按理说 只有自己的用户 才能删除自己的这个博客 对吧 你不能删除别人的博客吧 比如他就想删除别人的博客 这个怎么办 这个所有端要规避 对吧 然后数据库攻击 他提要了一篇博客 里面写了2800的一堆 这个攻击代码 然后一攻击代码 把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 东西全删除了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或者说把我们数据库里面的 这个用户的一个什么 用户名啊 密码啊 这些东西全部获取了 这叫脱库 对吧 这个事情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Solded 是安全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最重要的一个屏障 我们课程呢 会讲解登录验证 就是怎么去通过 这个用户名或密码的校验 去做登录验证 然后防止这种约线操作 比如必须登录之后 或者必须自己 才能做什么操作 以及什么呢 预防XSS攻击 XSS攻击 前端也要做一部分预防 后端也要做一部分预防 而且后端的责任更重一些 如果发生了XSS攻击 我觉得后端 至少要被70%的责任 前端 我觉得最多也就30%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cycle注入 就是我们为了防止 这个数据库的攻击 我们要避免这个cycle注入的情况 具体的这些方式呢 我们在课程后面都会讲 再往下 集群和服务拆分 就是如果是你的产品 发展速度很快的话 当然你如果遇上这种好的机会 那我就恭喜你了 因为产品发展速度快的话 证明你的公司 发展的比较好 然后你自己的产品 发展的比较好 那你肯定你自己发展的 也是比较好的 升值加薪 这都没有问题 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呢 流量也会迅速的增加 然后呢 对你的要求呢 也会不断提高 你也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这是一句题外话 然后产品发展过快了 流量会迅速增加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 扩展机器或服务拆分的方式 来承担流量 就是比如说 一开始的时候 你只有一台服务器 对吧 随着产品的发展呢 流量增加了 你可能需要拆分 比如说我们把那个 数据库单独拆分成一台服务器 这样就做成两台服务器 然后再发展不行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Redis单独拆分 做成三台服务器 然后再发展不行呢 我们可以把Soro 做成一个机群 然后数据库 做成一个机群 就是我们这写的这个机群 然后Redis做成一个机群 当然我说的这些数据呢 大家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后面也会再去讲 然后我们本课程 虽然是单机机开发 因为我们也没有条件说 我们做一个课程 就去阿里云花上很多钱 去租一个机群 去搞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案例呢 从设计上就已经支持 这个服务拆分 就是从设计上来说 我们这个案例 就已经是一个集群式 或者说这个服务拆分式的 这种设计方法了 所以说它能很快的支持 或者很有好的支持 这种服务拆分的这种方式 这个我们在后面讲的时候呢 边讲边说 总之这一点呢 是必须要考虑的 好 我们总结一下本节的内容 第一个呢 你本节列出的几点区别 我们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呢 是服务稳定性 对吧 服务要稳定 然后第二个呢 是考虑内存和CPU 因为内存和CPU 在所有端 都是稀缺的资源 要省着用 第三个呢 是日制记录 日制记录呢 是我们能了解系统的一个 最详细的一种方式 对吧 然后第四个呢 是安全 比如说我们不能 跃权操作 必须要登录 然后我们要预防一个 cycle注入 或XSS攻击 等等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刚才讲的这个 集群和服务拆分 我们如何去应对 这个流量的过大 导致的这个 机器复合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去 规避这种问题 怎么去从设计上 去支持这种拆分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 将如何在NodeGIS中解决 我们在讲解 每一个的最后一条的时候呢 都会讲 我们在NodeGIS中 是如何去 我们还现在 还没有详细的讲 我们只是讲出了 我们在NodeGIS中 如何去通过NodeGIS的方式 来去解决上述的 五点问题的 大家可以先 记一下这几点 虽然说 也不知道 现在怎么去弄的 但是我们后面 会详细的去讲解 这一节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建议大家 如果是有些电话 听不明白呢 要自己记一下问题 然后在后面 在听课程的时候呢 要时刻注意这些 这几点区别 我觉得后面的课程 应该比较能体现 我们讲的这五点区别的 而且这种区别特别重要 正如我一开始说的 学习一个环境 或者说一个工具 或者一种思维呢 就是语言从来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你的一种转换方式 就像本节中 我们说的这几点 你是不是真的能去理解和接受 你们有机会 是吗 我这种转换方式 我这种转换方式